CALVIN YUN 我想很多年輕人剛剛做自己想做的事 或者叫做追夢 人家說的一句話就是 你們這些年輕人做事是三分鐘熱度 不過我覺得有時候做事的時候 就是不需要教別人怎麼說 很多時候你的三分鐘熱度 可能是十年 可能是一輩子 CALVIN YUN 我是CALVIN YUN 我是一個風景攝影師 剛剛開始讀中學 去到考DSE的時候 覺得DSE是一個人生大事 會決定來的人生之後的發展 其實某程度是 但當我考完DSE之後 我發覺DSE其實是人生其中一個很小的考試 原來人生有很多可能性 因為途中我接觸到攝影 其實早一年接觸攝影 是一個很偶義的契機 主要是因為DSE的時候 可能壓力大 剛好有撞正 家人人換相機 我就拿著相機通生營 就發覺自己很沉醉在做這件事 很多時候很多人都會覺得 如果專注到興趣 就會令到學業忽略了 但當時我覺得兩件事都很堅固 就拿晚上的時間去溫好書 然後再上山去拍星星 然後再回學校試 我自己比較喜歡一些大自然 或者雪山 一些比較閃的人自己的自然形式 其實那些才會令人的心靈最放鬆 很多時候我自己去過的地方 其實只剩下大自然和自己 那時候是一個很好的空間 讓自己去了解自己 其實去一些荒野拍攝 每一次準備的器材很多 因為我們在山上沒有任何支援 要自己把所有東西 可能背囊的重量 已經是接近25公斤 然後可能我們一個月 就要每天走20公里 每一天這樣移動 睡覺的時間都不多 因為晚上的時候 我們都要拍攝星空 日後又要廣路 然後繼續做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月這樣 其實是非常之辛苦的 有時候都會遇到一些很危險 可能在一些雪山區 可能零下40度 其實真的有機會 可能你所有的義氣各樣 因為太冷 可能都用不到 那試過我的同伴 那他的兵就走到一半 爛了 兩隻都爛了 那我只能脫下一隻給他用 那我們就 每人都靠著一隻兵走 這樣離開那個雪山 而那一次我是 因為要帶他下山 平安下山 那我放棄了英國一次的一場 其實你心理上 面對的那個壓力 其實是非常之大 因為可能你會計算自己 原來做了這麼多事情 最後可能一張作品 有機會最後都拍不到 不同的旅程 每一次都是很深刻 每一次都是很困難 而每一次我都覺得很想放棄 每一次都會和自己說 其實過往都是這樣捱下去 你只要捱過這一步 你就會拍到那張作品 然後你就會獲得自己想要的 資料 每一張作品 都有很多時間和心別 還有很多自己屬於自己的故事 其實事丙對我來說 這一刻這個時刻 其實是生命的全部 很重要 為什麼這樣說呢 它不是一種興趣那麼簡單 因為我在做事丙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我是在探索自己 找到自己的潛能 當我去著不同的旅程 解決著不同的困難的時候 發覺自己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事丙對我來說 這個就是生命的意義 就可以告訴我 原來將來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可以使 亦都可能不是一個定型的方式 去令自己調整自己的發展方向 每做一件事的時候 不要覺得那件事是天馬行空 覺得遙不可及 很多事情都是長期累積 你去堅持去做那件事 然後一點一滴 可能是長時間 你持續做那件事 之後才會看到我的成果 所以相信自己 你想做的事就堅持做下去 然後就告訴你 其實你的三分鐘熱度有多長